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提起雅阁车,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毕竟这款车型推出的时间已经很久了 在它推出的这些年里,它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这不,第十代雅阁也即将和广大车友们见面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辆新雅阁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这辆新雅阁从外观上看,很是时尚大气 从外观上它沿袭了很多本田思域的外观设计 车前脸的进气格山和大灯相连 并且在车灯外沿,采用了大片的镀铬 看起来个性十足 这辆车叫之前的雅阁车来看 车身线条更加的简洁流畅 看起来富有运动气息 之前的雅阁车,尾灯部分的设计感不强,为人诟病 在新车上重新设计的尾灯造型让人眼前一亮 这一点极大的弥补了之前雅阁车的外观不足 内饰方面,新雅阁的内饰风格十分简洁 没有花丽护照的装饰 只有简单的黑白配色和低调的木纹 及银色镀铬点缀 中共台上配备了一个超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 不过习惯用按键的车主们也不必担心 因为方向盘的位置还保留了很多实用性的按键 对于车主来说是非常便利的 在动力方面 海外版本和国内版本搭载的发动机有所不同 海外版本搭载的是2.0升发动机 而国内版本搭载的是1.5升的发动机 如果对动力方面感到不满的小伙伴们也不要着急 因为后期可能会增加几款发动机 供消费者选择 这辆车不管是在外形还是配置上都相当不错 还是很值得消费者期待的